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面怎麼有一條紅布啊 那個好像是床單耶 是床單嗎 怎麼有這種 這個 這是什麼 那個是窗簾耶 窗簾剛剛刷了一身是不是 對啊 好像是網壞大概這樣 我們在推想這邊應該是小朋友的房間 你看 因為它的枕頭啊 是那種Snowbee的 所以應該是那種 小甜甜的書 不是 就是那種可愛的那種卡通書 我在想這真的應該是小朋友的書 而且還有書桌 會不會是那個發燒的小朋友 會不會還是住在這裡 因為他那時候一直高燒不對 而且差一點燒成袖朵 你知道嗎 不好意思喔 還好是他媽媽 我一直聽到有人在走 你們聽到刷刷刷刷那種聲音 就好像 就好像有人在整理東西 對 做什麼事情這樣 對不起 我們走過去看看好了 不好意思 對不起 對不起 對不起喔 是什麼 我聽到 玻璃是不是 不好意思 看一下 對不起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這也好多的那個門 那我有點 對不起 這邊還有另外一個房間 不好意思 我打擾了 你很醜 不好意思 對不起 對不起說你醜 我們進來看一下好了 這個 什麼聲音 你知道他這邊的味道 比剛剛那個房間 小朋友的房間的味道更奇怪 我想這邊應該是他們的主臥室吧 而且他們的設計實在滿不好 你看 現在通風 就是只有一個小窗戶 所以通風非常的不好 桌上啊 你看喔 有喔 對不起喔 你看 不好意思 就算還有好多的 這是他們床上 一堆的那種 紅包袋 不好意思 然後還有有一些那種 帳單啊 什麼之類的 然後你看 這個機器好像現在 有在倒單 對啊 這是什麼 這是以前的那種 好像 這個 好痛 好痛啊 這裡還有電嗎 沒有吧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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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好可怕喔 怎麼會在我們頭上那樣動起來 對不起喔 它 這個有插頭嗎 不好意思 因為莫名其妙的 這邊完全沒有風 而且我們剛剛進來都很臭 然後最後上面 你看現在這個 風扇已經停掉了 無風也無電 卻自轉的吊扇 雖然只是虛精一場 卻也顯示房間裡的零動現象 可能更為頻繁 我們決定於此地進行感應工作 不好意思 這個電線實在太詭異了 不好意思 這次小黃會再度受到零件力量的捉弄嗎 請觀眾拭目以待 現在小黃啊 就是在這個主臥室的這個房間裡面 因為其實我們這次來搜尋的這個主錯呢 最大的原因就是那個男主人 因為就是喜歡去求大家的名牌嘛 所以呢 家裡的不順全部都是因他而起 而且他也在這邊暴斃了 所以我們在想說 那看這個地方 是不是他還存在這個空間裡面 因為很多鄰居也常 就是只剩說什麼啊 裡面有一些那種怪怪的聲音啊 甚至看到一些人影在晃動 那所以我們就請小黃在這邊做一個零學的感應 雖然不是第一次進行這樣的感應接觸 小黃的焦躁不安卻顯得十分反常 也許是長久以來備受零件的侵擾 他也有了些許埋怨 小黃還可以嗎 我不想做了 什麼 什麼 你說什麼不想做了 我不想做反應啊 小黃怎麼了 他沒有男生 有人走 有人走向了喔 你說有人走向你嗎 目前畫面上是 沒有任何的那個動靜喔 小黃 先讓他休息好了 等一下再那個 等一下再做改靈 你先把他接回來 你跟他說一下 我們先過去 小黃那你先等一下 你先開一下 我們過去我們過去 小黃等我喔 小黃與四度空間力量的互動 一向是逆來順受 這次他竟然有了反駁 到底有什麼影情呢 中段感應後 我們準備好好詢問他 還好吧小黃 小黃 你在坐在哪 你坐在椅子上面 還好吧 還好吧 先出來好了 你身體不舒服今天 還是怎麼樣 怎麼今天突然說 好 先帶出來 接回來的小黃 臉色異常慘白 我們開始諒解 可能是因為身體不舒服 而必須終止臨學實驗 卻忽略了更大的潛在危機 怎麼了啦小黃 你怎麼了 下一段淋學實驗 究竟由誰來進行 讓現場一片混亂的狀況 又會是怎麼樣的初步意外 想看精彩豪戲嗎 你絕對不可以轉台 鬼話連篇 真鬼真事